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真的是你的错吗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的作者就说 不 你没有错 你的审美也没有出问题 这问题是出在那些艺术家身上 出在现代艺术本身 他认为现代艺术打着进步的旗号 事实上艺术根本就不存在进步 古往今来的艺术也不能用进步史观去看待 今天这本书将会一一为你解答关于现代艺术的疑惑 还原艺术的本案面目 作者让克兰尔是一位法国作家 巴黎索邦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哲学博士 是著名的美学家 艺术哲学和艺术理论家 也是20世纪90年代法国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 他曾经担任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 目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 著有论美术的现状 艺术家的责任 文化的寒冬等二十余部专注 他对现代艺术一直持有非常严厉的批判态度 在1993年出版的《论美术的现状》这本书中 克莱尔冒天下之大不韦 公开质疑西方的进步论 对西方当代艺术进行了批判 并重新定义了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为艺术指出了一条旧书之道 时隔二十年 今天欧美的文化艺术界 媒体和艺术教育界 已经基本接纳了让克莱尔的看法 人们已经开始反思西方中心文化主义 承认文化多样性 文化个性和传统的价值 可是这二十年 恰恰也是中国艺术界 拥抱西方文化的二十年 西方现当代领域的艺术家 在中国得到了无比的推崇 甚至神话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本书在当下的中国 无异于一次再启蒙 这期音频 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作者的观点 第一 艺术是否在进步 第二 作者对先锋艺术的批判 第三 作者为何认为艺术不可能现代 好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艺术是否在进步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开始于何时 提到现代艺术 我们脑海中可能会浮现一些风格奇特的先锋派作品 诸如野兽主义 立体主义 未来主义 表现主义等画派的绘画 虽然他们彼此之间风格迥异 但是总体来说 他们都与古典艺术拉开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 我们很难给现代艺术下一个定义 大致来说 现代艺术就是指二十世纪以来 区别于传统的 带有前卫和先锋色彩的各种艺术思潮和流派的总称 现代艺术的一个著名故事呢 就是杜尚的小便池 1917年 法国艺术家杜尚将自己在商店里买来的一个男性小便池倒置过来 签上了Armat 1917的字样 并且命名为权 送到了纽约的艺术展上 这一举动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可以是什么 可是现代艺术和古代艺术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呢 从观众的角度或许可以说 现代艺术就是看不懂的艺术 但这还是不能说清楚现代艺术的本质属性 作者认为 拉开现代艺术与古代艺术分界线的尺度的是时间 这个时间呢不是指我们日常生活的时间 而是作为理解一件艺术品的坐标的时间 在18世纪以前 西方的艺术中人们是根据自己时代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作品的 也就是说 人们把现在作为一个基点 作为标尺 过去的作品是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的 比如16世纪的艺术理论家瓦萨里 他是以自己老师米开朗基罗的名义去欣赏200年前的画家桥托的 但是到了18世纪末出现了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将古希腊艺术看作是艺术最完美形式的典范 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刻意从风格和题材上模仿古代艺术 只在实现万人共通的理想美 这就和之前的艺术家拉开了差距 过去的艺术家呢认为完美是存在于现在的 而新古典主义之后 人们则认为完美的艺术存在于往昔 因此新古典主义推崇取材于古代历史题材的绘画 排斥对风俗风景肖像等瞬间性的现实世界的绵画 这样一种知识和趣味的变化 给艺术的命运带来的后果 在作者看来相当于戈白尼提出日新说对人类的影响 也就是说艺术家理解一件作品的基点发生了变化 在这以前 艺术家是占有现今这个时间点的最高主人 现今呢就是现如今的这个现今 可是现在呢 人们被剥夺了现今 失去了这个固定的用来评判自己作品的点 对于这种情况 不少艺术家感到难以忍受 于是产生了与新古典主义抗衡的先锋派运动 与新古典主义相反 先锋派运动企图将艺术的完美从过去移到未来 也就是说 对先锋派来说 完美的艺术是存在于未来的 先锋派求心 求变 求怪 求惊人 认为只有与过去决裂的事物才是创造性的 于是现代艺术也就应运而生了 虽然新枫派不能够完全代表现代艺术 但是它确实体现了现代艺术的一种特征 即对于艺术的感受性发生了转变 放弃了以现今作为参照的自我 作者用两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来比喻两种时间观 一个是克罗诺斯 另一个是摩念默许念 克罗诺斯在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个是父杀子的典型 他本来是泰坦巨人之一 结果他用镰刀阉割并推翻了父亲 还吞掉了自己的孩子 只有其中一个孩子宙斯被人用吊包剂给救下了 后来宙斯照样是父 把克罗诺斯扔进了地狱 作者用克罗诺斯来比喻先锋派艺术 他们否定过去 以至于把决裂当成了传统 从而导致了自我否定 先锋派艺术就是这样 不断地与传统决裂 又不断地否定自己 它代表了一种吞噬性时间观 而摩念默许念 在希腊神话中则是记忆女神 它代表的是一种记忆性时间观 也就是平稳传承记忆的艺术传统 现代艺术投身于克罗诺斯 便被剥夺了记忆的时间 切断了与传统之间的联系 这里我们还是需要来厘清一下 现代性与先锋概念的区别 人们常常把现代性与先锋 相提并论 但是作者认为 这两个概念其实是相互对立的 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很难被定义 百度给出的答案是 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 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 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 一种持续进步的和目的性的 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 而在艺术领域 作者认为现代性是对现今本质的呈现 也是对日常的呈现 同时现代性也是 横长的对死亡的预感 对终结的显露 它是一种独特的 唯一的昙花一现过渡的感觉 现代性与古代性并不对立 古代的艺术家会去画一个水果栏 一瓶花 一张脸 一片风景 他们始终是在表现现在 而现代艺术家也依然有冲动 去画这些他们眼前的事物 去重复重新记忆 现代性与社会科技文明的发展息息相关 但现代性并不否定过去 它仅仅是作为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反应 一种及时的感受 它仍然是时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先锋不是现代 先锋派将完美投射于未来 认为创新就是与传统的决裂 这本身已经否定了现代性 因为现在只是一个迟早会被超越的点 先锋否定了过去的同时 也否定了现在 先锋概念是激化并超越现代性 最终导致否定现代性的 换句话说 先锋汲取现代性的营养 但最终又吞噬了现代性 先锋派在作者看来 和新古典主义并非是两种对立的美学 因为无论是把完美置于过去 还是相反之于未来 这种完美都是乌托邦 两种美学都产生于一种同样的 与时间的新关系 也就是放弃以现金作为参照 现代艺术的诸多流派 有的宣称属于前者 有的标榜属于后者 有的还称同时兼备两者 他们都存在着同一种幻觉 都在为同一个乌托邦而奋斗 艺术与时间的关系 原本不是这样的 作者引用艺术评论家 加坦疲共的话说 历史是艺术的噩梦 他认为伟大的画家 都不是像仆人那样 服从时间的命令 相反 他们完全不看重 现在过去或未来的时尚 同样的 完美的艺术品 是不受制于时代的 是脱离于时间的 艺术品满足的是 我们内心一个最古老的渴望 就像一个梦被唤醒 由此可见 艺术并没有所谓的进步 艺术的使命也不是进步 而是超越时间的限制 现代艺术将完美寄托于 时间中一个不可企及的点 实际上是剥夺了艺术家 作为创造的主人的感觉 创造性也因此离艺术家而去了 值得提醒的是 作者并不是企图否定 所有的现代艺术 他仍然肯定毕加索 布朗库西 罗斯科 贾克梅蒂等 现代艺术家的成就 他针对的是那些 远离生活与世隔绝的 以自身规律繁殖 没有生命力的现代艺术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作者的观点 现代艺术和古典艺术的分野 在于评判作品的 时间尺度不同 古典艺术是根据当代人的作品 来评判过去的作品的 古典艺术家站在 现今这个点上 拥有对现在的把握 先锋派为了抗衡新古典主义 将艺术的完美放在过去的理念 转而将艺术的完美 投射于未来 由此开辟的现代艺术 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 它剥夺了艺术的创造性 剥夺了艺术的现在 先锋不等于现代性 先锋主义是从现代性中 吸取营养 但最终吞噬了现代性 艺术不存在进步 因为艺术不应受制于时间 而是不断地完成自己 超越时间 摆脱时间的控制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 作者对先锋主义的批判 先锋这个概念 是出自于法语军事术语 先锋 这一词 最初是用以指 19世纪中叶 法国和俄国 带有政治性的激进艺术家 艺术先锋的概念 最早是在1910年代的 俄罗斯被大家熟知的 作者指出 艺术先锋 是和政治先锋 联系在一起的 其使命是要超越 甚至是照亮整个政治先锋 但是与此同时在俄国 与先锋派对立的 普罗文化运动 和思想观念性的理论 也一起发展起来 所谓普罗文化 就是无产阶级文化 普罗是法语 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 意思是无产阶级的 思想观念性理论 是基于普罗文化 而产生的一种 无产阶级理论 普罗文化和思想观念性 在1920年代相互结合 产生了苏联式的 现实主义交易 它的交易内容 是为了确保 意识形态的正确性 先锋的概念 成为了西方先锋派的 精神指南 而苏联的现实主义 则被认为是 极权之下的艺术形式 但是作者认为 西方先锋派 和东方苏联写实主义 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 其实就会发现 他们俩 并非是两个矛盾的形象 而是一种 对称且相似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由以下历史事实 作为根据 1947年 苏联将现实主义的 教义写进政治论文 偏离此教义的人 会被认为具有 资产阶级倾向 而被逐出艺术圈 禁止展览 剥夺画室和生活来源 甚至被流放 与此同时 美国将自己塑造成 文化强国 将纽约变成了 文化的新中心 在和苏联冷战期间 美国推出了 一系列的国际展览 全力向世界表明 美国抽象表现主义 是战后 唯一重要的艺术运动 于是 在许多西方国家 写实会很轻易地 被等同于 极权制度的写实主义 而抽象则相反 成为了一种官方艺术 1963年 美国发表的 肯尼迪备忘录 是美国文化输出的 真正宪章 其中将美国塑造成 一个世界主义国家 追求一些 普世皆准的观念 一个纯粹 而有德行的合众国 以统治全球 在全球引入 人的完善为使命的 国家形象 美国不断地 将这种意识形态 和文化价值 强加给欧洲 这不是跟苏联 一样的意志坚定 不懈努力吗 苏联用意识形态 统治国内艺术家 美国用文化输出 统治西方艺术家 相比美国和苏联 这两种文化统治和强权 不是非常的相似吗 再来看看 艺术作品 呈现的是怎样的对比 威尼斯双年展中 在西方展厅 艺术品五花八门 令人目不暇接 看上去这些产品 不可能属于 同一种活动 同一种文化 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历史 但是在苏联馆 却完全相反 展品千人一面 毫无新意 好像苏联策展人 只需要每隔两年 重新打开他们的国家馆 而不需要 做任何内容的改变 一边是时间加速的晕眩 一边是静如止水的沉闷 但是在作者看来 这两者都是对时间的暴力 一边是给人 日益加速的幻想 一边是给人 时间静止的幻想 西方的先锋派 作为现代性倾向的 激化和放大 激发了一种加速和形式的增值 这种加速增值 从远处看 显得单调而连续 各种变化如此迅速 以至于给人一种 静止的印象 这和苏联的 现实主义的凝固不变 给人的印象 是一样的 在作者看来 过度泛滥的信息 和缺乏信息 是相同的效果 它给出了进步的幻想 实际上是在掩盖 历史的缺席 同样的 苏联现实主义艺术 产生于一种 严格的审查制度 但西方艺术家背后 难道就没有一套 文化审查制度的统治吗 在作者看来 西方艺术家 看似自由的表面下 其实有着 更为隐蔽的审查制度 那些文化负责人 博物馆长 批评家 艺术爱好者们 维持了一个 被掏空了实质 干巴阴沉的艺术市场 观众面对一大堆 令人难以忍受的抽象作品 却还要去赞美 去评论 去购买 由此可见 西方的先锋艺术 并不是现代性 而是一种 文化价值输出的产物 作者认为 它让否定 变成了老生长谈 反抗变成了程序 批评变成了修辞 犯规成为了仪式 它本身 也是创造性僵化的产物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一部分的内容 和苏联的 现实主义艺术相比 西方的先锋主义 一样是对时间的暴力 通过不断的加速 和形式的增值 给人一种进步的幻觉 实则是停滞不动 失去活力的艺术 西方的先锋艺术本身 也带有政治色彩 是美国文化输出的产物 最后 我们来说一说 作者的第三个观点 艺术不可能现代 作者认为 艺术不是一种 意识形态的形式 现代艺术尽管 不像过去那样 为宗教和神灵服务 但是艺术的内容 却仍然可以鲜活很久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 现代艺术的衰落呢 作者认为 艺术和手艺的区分 是导致艺术终结的 一个线索 在此之前 手艺与艺术之间 没有任何区分 一个画家同时 也可以是一个装潢艺人 一个雕塑家 也可以同时是一个木匠 但是随着劳动分工的开始 艺术也开始了 这种制作的细分化 最终走向了一种 粗朴艺术 或概念艺术的变态生产 以至于艺术形式和思想 产生了分离 思想可以无需形式 而得到反应 形式也可以 无思想的呈现 过去的抽象大师 之所以能够简化 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 深厚的写实功底 可是现在的画家 却在没有这个基础的情况下 简化了绘画 野兽派画家 马蒂斯就反复警告 他的学生 你不要把绘画 简化到如此程度 简错成这样 绘画就不存在了 再举个例子 17世纪荷兰画家 维米尔是用 暗箱成形作画的时候 虽然是引用了新的技术 但是他与传统的手法之间 并没有断裂 只是他在原有的绘画技术之上 又增加了透镜的性能 可是今天 一个照相写实主义画家 会用幻灯 多焦距投影机 喷枪和摒息颜料 来让他的画作与照片无异 我们却发现 画家使用的极度精密化机器 与他的手艺之间 有着绝对的断裂 这种断裂 就来自于几十年来的 绘画手艺的简化 让绘画变成纯粹的技术 或让绘画变成纯然的思想 都是不可取的 作者还区分了艺术意愿和艺术知能 这两个概念 艺术知能 是德国艺术评论家桑拜尔提出的 知是知识的知 能是技能的能 其艺术史是一种知能的历史 艺术使用一种技能 用一种特定的材料 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目的服务 与此相对 奥地利艺术史学家里格尔 提出了艺术意愿的概念 艺术意愿是一种独立于课题 和创作方式的艺术愿望 根据这个概念 艺术形式创造的潜在要求 先于任何知识而存在 艺术家要做的 就是确定风格特征的方向 于是 艺术的技能和知识问题被取消了 只剩下艺术意愿的问题 于是艺术家们破除技巧 破除手艺 拒绝实践 现在的情况是 作品本身消失不见 作品的概念却大行其道 当初杜上将小便池送去艺术展 其实就已经颠覆了艺术的概念 提出艺术性在于理念 而非物体本身 杜上此举 原本是为了挑战 学院派的保守己见 但是没想到 在他身后诞生的现代艺术 却走上了和学院派 一样的教条主义 所以这位现代艺术的先须 后来几乎彻底放弃了绘画 在作者看来 现代艺术已经成为了另一种学院派 作者认为要重拾艺术的生命 可靠的方法就是回归它最原始 最淳朴的形式 比如素描 素描的本意和意图这个词是同源的 在作者看来 画素描的人 他的意图是消除他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他通过素描的方式 稳稳地面对世界 理解世界 与之交流 事实上 素描也是西方绘画最开始的形式 整个西方艺术史 都是素描打下的基础 素描教导人们轮廓和色彩 素描画出空间和光线 素描也是绘画的透视感 和价值情感的基础 艺术家在遇到障碍时 也都是素描给出了一条出路 在伦伯朗怀疑自己的手艺时 是素描版画给他提供了活力 在马蒂斯遭遇创作危机的那几年 是素描给了他寻找答案的可能性 其次 素描是理性 是关注 是理解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照相写实主义的绘画 他将一张不经修饰的照片 事无巨细地呈现一切 就像真实放在眼前一样 在作者看来 他没有经过素描的过滤 提供给观众的 只是一堆的信息 就和一台电子机器 所提供的一样 而素描不是这样的 素描是用线条 来重建感觉的独特性 素描本身是一种在线 一种理解 是将所知所感 转化之后的产物 作者认为 素描是一幅画的开始 最后 素描的材料本身 也与物质有着一种亲缘关系 无论是石墨粉 木炭还是铅笔 它们具有一种独特的质地 或轻或重 或粗利或细腻 素描画材具有的物理性 让素描与被画物体之间产生了共振 与素描相仿的材料 还有色粉 水墨等等 这些材料重新给我们的物质感 重建了我们与自然万物 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除了素描之外 色粉也是作者非常推崇的一种画材 色粉多了色彩这一元素 它同时是线条和色块 书写与覆盖形式和色彩 在色粉画那里 线与面 素描和色彩的区别被取消 色粉能够表现最生动 最自然的色泽 而且还能够画出绝对的黑和白 并且色粉画还不会随着时间而变色 色粉与素描和油画的不同 在于素描和油画都允许缓慢的作画 允许分心和悔改 但是色粉呢 则要求画家全神贯注 紧张地投入 色粉画家不但要投入它的视觉 还要投入整个身心 否则就会把颜色画脏 而且无法修改 色粉容不得混淆 也容不得矛盾 人们认为色粉画是一种朦胧模糊的艺术 但是作者却认为 色粉画充满了果断与绝对 是一种完全的艺术 作者把色粉看作是艺术的药方 认为色粉非常适合于 这个一语妥协和放任的时代 作者提出素描和色粉 并不是说只有去画素描或色粉才是艺术 而是提出了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 恢复艺术生命的关键 在于恢复我们的感知 有人以现代的名义 指责绘画的内容更顾不便 作者反驳 这就跟指责一个现代女人 还要生孩子一样荒唐 因为生孩子的行为虽然是一样的 但是生下的孩子却是独一无二的 绘画从起源以来 一直都萦绕着一个意愿 那就是在我们身上激发真实性的爆炸 在我们眼前描绘这个世界 无形而持续的在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绘画永远都是鲜活的 原始的材料永远不会过时 朴素的方式也可能是最现代的方式 作者最后说了一个小故事 1912年 表现主义画家埃贡席乐 因为有伤风化而入狱 他在狱中画了一张小水彩画 画的就是他在牢房中看见的事物 一把椅子一只水桶 他画下了这些卑微 而偶然出现在眼前的物品之后 又在画的一角写上了一句话 艺术不可能现代 艺术永恒的回归起源 借此 作者试图告诉我们 艺术不可能因技术和工业的发展 而变得现代 艺术在原则上永恒 不服从于时间 艺术的重生意味着恢复感知 用画笔和画材创造历史 每一个现代都完整地包含着过去 在最现代的作品中 也应当蕴含着最遥远的过去 艺术不可能现代 因为艺术只拥有当下 无论几千年前或者是几百年后 艺术都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原点 因为艺术超越时间 好 这就是今天为你解读的 论美术的现状的全部内容 我们来总结一下 现代艺术源于衡量艺术作品时间的错位 先锋派将完美的艺术寄托于未来 剥夺了艺术的现金 使艺术家失去了创造主人的感觉 先锋派不等于现代性 先锋派是激化并超越现代 从而否定了现代性的 西方先锋派艺术追求形式的不断增值和变化 其实和苏联集权之下的现实主义艺术是一样的 都是一种单调而僵化的艺术 西方先锋派也是美国文化输出的产物 最后 作者认为艺术要回归生命 重拾价值 就应该先恢复我们的感知 从它最淳朴的形式 如素描色粉中去寻找答案 艺术的使命是描绘这个世界 重现真实 把握当下 艺术不可能现代 艺术永恒回归起源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